祖的化理的尊寶 不是那麼的有感覺 所以他就當場就覺得妙子姊妹 那妙子姊妹他當場也很多禍 他就說那沒有問題 我一個禮拜 大概只有禮拜三晚上有時間 那我就是禮拜三晚上 會來給你們足跡 那我先生就很 就很直接的跟他說 怎麼可能 我們出去工作 不可能禮拜三晚上一定可以回來 但是妙子姊妹他就說 沒有問題 你們就去工作 OK的 OK的 你們就去工作 到時候我每個禮拜三晚上 八點我一定會來 那你們在場工作沒問題喔 我來的時候你們如果不在的話 我就離開了 我就這樣離開了 但是如果你們來 我希望我能夠給你們一些主人化理 在這 那他因著這樣子 我弟兄真的也不好意思再推遲了 那也很感謝主 因著這樣子 因著妙子姊的這麼的愛主 那在這半年的中間 就是我們六句的弟兄姊妹 就是不斷的共同來扶持我們 然後在這裡面 我們真的也很想收到主的話語 然後然後 那妙子姊妹他 有時候 有時候我會問他說 欸你身體 身體這樣子的狀況 他就都很喜樂的跟我說 沒問題沒問題 我都跟主祷告好了 我一切都交錯了 沒有問題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 再跟他 跟他相處的感覺就 真的在主裡 真的就是這麼的喜樂 感謝主 我們六句就見證